玄壶济世 济苍生 奇黄之术传金谷 创办于1958年的福建中医药大学 是我省唯一一所高等中医药院校 学校拥有两个校区共占地一千余亩 是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和全国氯化模范单位 连续七次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文明学校荣誉称号 并被列为全国文明单位培育对象 漫步校园 绿寒岛树 红印暗花 宋慈湖里游异的天鹅掠过湖面的白鹿 让这片如湿如画的校园更显生机盎然 白亩十真远 回廊百转 屈静通幽 种满各色中草药材和珍稀植物 中医学子们再次重温医圣经方 感悟中医药文化 将中华传统医学发扬光大 半个多世纪毕露蓝履 学校从创办之初的单一专业 发展成为以中医药为主体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府 现有13个学院部 两个研究院 有两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19个本科专业 学校建设了一批国家级特色专业 教学团队等质量工程项目 连续两次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获得优秀 2010年中医学专业通过教育部试点认证 2016年物理治疗学PT和作业治疗学OT专业 通过世界物理治疗联盟WCPT 世界作业治疗联盟WFOT认证 学校拥有附属人民医院 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附属康复医院等四所直属附属医院 附属康复医院通过国际康复质量认证委员会 CARF三年期认证 成为国内首家通过该项认证的三级康复专科医院 学校构建了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教育部省部共建实验室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康复研究中心 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等 一批科研和实验平台 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973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上取得突破 学校是内地第一所招收台湾学生的中医药院校 与台湾慈济大学等七所高校及瑞典林奈大学 开展交换生项目 目前已于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20多所高校、科研医疗机构合作办学、办医 学校围绕和洛活动品牌 以姓林文化节、和洛文创工作室、成创堂和洛中医馆等项目为载体 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中医药文化竞校园、专业竞赛等第二课堂活动 在师生中倡导道道音精神、仁爱精神 培育依乃人数、天人合一等核心价值观 学校在就业创业工作中创新发展 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就业创业模式 毕业生就业率稳步增长 就业创业质量不断提高 在新的发展阶段 学校将秉承大一精神、至于至善的校训精神 肩负起弘扬齐皇之道的责任与使命 将祖国的传统中医药瑰宝 在福建这片深厚的土壤上不断发扬光大 使其黄心火在八民大地上代代相传